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我身后的风扇 在这个休息站啊 有很多个这样的风扇 那么首先一点 这个公园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 不是收费的哦 按道理说在户外啊 本身这个凉亭就是四处通风的 没必要去修建这个风扇 但是啊 咱们的政府很贴心 还是给大家安了很多的风扇 如果在天气很炎热的时候呢 打开这个 你坐在这个底下 看他给你设置了很多的凳子 你坐在这个底下就很凉快 所以说新加坡的政府啊 真的是从细节点点滴滴 让你觉得很贴心 当然了 不仅仅是在公园的休息站 提供的这种风扇 而且在HDB组屋楼下 也有很多这样的风扇 带大家去看一看哦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新加坡所有的这种HDB楼下 也就是祖屋楼下啊都会给你建一个这样的活动场所 大家可以看到就装这里面啊就装了这么多 大家都明白在新加坡呀是一个热带国家 他一年四季啊都很热啊 有时候坐在这啊身上都有可能冒汗 但是呢他给你装着这种电风扇呢 你就很舒服 对不对 尤其是你如果搞一些这种运动 比如说啊跳个广场舞 或者呢比如说玩个球类的 是吧 如果你很热啊 你也可以打开这个电风扇 直接就可以开 是不是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儿吹 整凉会啊 说了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明白了没有 这一点呢 就是新加坡的政府啊 为这些老百姓考虑的非常的周到 其实按道理来说呢 在楼下安不安电风扇有自然风 对不对 但是呢 人家就给你装了这个设备 是不是很贴心朋友吧 就是再热的天气 你在这里面待着也是很舒服 就为这一点啊 咱们也要给这个新加坡的政府点个赞 真的是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着想啊 其实看我视频的朋友啊 分布在全世界 大家应该很清楚 只有新加坡的政府 才这么关心咱们人民 给这种公共场合 而且是免费的公园 刚才我说 为什么说是免费的公园呢 其实在我们国家啊 中国 就算是收费的公园 在这种开放式的室外 都没有电风扇 在发达国家 法国 德国 包括我去过的澳大利亚 新西兰 他们的这种开放式的公园 绝对不会有这种电风扇的存在 不管你热还是冷 所以说呢 在全球来讲 新加坡做到了 新加坡政府做到了 必须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am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